单据投资5000万 高燃场面层出不穷 2023新剧《堡垒线上》 堡垒是一个成立超百年的超级特工机构 它不隶属于任何国家和市 却在幕后推动了世界百年走向 眼前的星格正在执行任务 这次是从神秘男人手中抢夺高盟度游 此时的他万万不会想到 马上要惨遭叛徒出卖 整个集团的大批精英将要在执行任务中被捕杀 很快对面露出了獠牙 幸好搭档及时出现 两人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所有杀手 可是因为男人临死前要拉个电背 火车被男人成功引爆 随着剧烈爆炸 火车坠落山崖 夜晚的浓雾中 星格从水中缓缓爬出 爆炸的冲击令他受伤严重 而且重弹的伤口还没来得及出 几乎要失去行动能力 眼看着伤口还在流血 星格急忙脱下丝袜 用力撕开后 紧紧地缠在伤口处止血 此刻却突然接到总部的讯息 星格试图汇报情况 没想到那边正准备删除所有成员的记忆 以此来保全堡垒的最大秘密 装有最大核武部密码的箱子的项目 而星格 还有两个小时时间自救逃生 于是星格连忙跑到路边 却凑巧看到一辆汽车驶来 于是急忙求救 男人急忙下车 星格只来得及说了句 去医院 就这么晕了过去 星格被疼痛刺激地再次醒来 没想到却发现手居然被靠在了床上 看着桌子上的弹头 再看到身上男人的衣服 他意识到 自己没被送去医院 抬眼望去 男人正持枪而坐 看到星格醒来 男人严肃地发问 你身上有子弹 随之把手放在了扳机上 星格去起身说 为了你好 送我去医院 没想到男人却说 没必要 在这里我可以照顾 可以照顾很久很久 随之开始冷笑 星格意识到危险突然爆起 没想到男人立马开枪 要知道星格可是堡垒的超级特工 男人怎么可能是对手 可是 星格毕竟有伤在身 加上被河水浸泡半天 身上早已体力透支 男人的蛮力让他招架不住 很快又落于下腹 星格看着男人不断靠近 趁机捡起了地上的牛角 接着男人一把拧着脖子 举起星格 可是星格虽受伤 但是战斗本能仍然在身 很快进行了反击 挣脱了束缚的星格 正要逃走 没想到男人一心寻死 再次向着星格追了过去 可是被乐倒的星格 一脚踩在男人的伤口上 随着男人逐渐失血过多 终于慢慢失去了力量 而此时的星格刚想喘口气 没想到却遇到了更大的危机 他脖子上的嵌入是芯片疯狂闪动 星格一愣 忽然意识到 这是堡垒的删除记忆程序要开始了 于是眼神急忙私下搜寻 试图能记下一些东西 终于他发现了纸笔 连忙在手臂写下 快去瓦伦西啊 可是写着写着 他对以往的记忆逐渐被删除 星格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然后大脑的眩晕让他倒在了地上 再次醒来 星格一脸迷茫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 可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手臂上的自己 转头却忽然看到死去的男人 星格似乎受到了惊吓 挣扎着站了起来 却看到了自己的护照 打开照片一看 赫然就是自己 短暂的迷茫后 星格推门而去 他不知道那是哪里 可是毕竟五一了 总要出去玩一玩吧 你说是吧